果然 當對方小心翼翼地搜索過來的時候 發現了這邊的棺木有倒伏的痕跡 於是就更加小心地向前靠近 但是當靠近小樹架的時候 自己的槍都還沒響 頭上邊就開始飄煙了 莫小魚把窗口伸出坑口 窗管藏在棺木裡面 聽到腳步近了憑感覺扣動板機 擊中了對方的胸部 角度剛剛好 我爹 果然是你 臭小子 你在哪裡 報個名出來 我回去找你喝酒 對方帶著威脅的味道地問 莫小魚慢慢地搜刮對方的設備 看見陶著迷彩的臉笑著說 哈哈 找我喝酒啊 行啊 我等你 唐州董志默 啊 董志默 好 你給我等著 嘩 我如果輸了這一場 肯定找你要花這個面 啊 那打個道啊 你如果不敢去就是王八蛋 我等你啊 莫小魚故意激將了 龍右軒聽到莫小魚提到了董志默 心裡不由得驚了一下 但是見到莫小魚是在開玩笑 有道理這個傻兵去找董志默 豈不是作死嗎 死蠢 回去問問問你們頭 董志默是誰 輸不起啊 龍右軒走過來看著對方說 龍小姐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我們 我來了好幾次有沒有贏過你們 怎麼了 這次壞了啊 對方在龍右軒面前居然收了聲 這樣令到莫小魚覺得很奇怪 但是剛才自己問過他 什麼都不肯說 既然是這樣了 自己又何必追問呢 天漸漸光了 夜市兒發揮不到什麼作用 但是對方死了兩個人之後 還有八個人 不知道自己那些隊友 是不是也搞定了幾個 當莫小魚和龍右軒 一起摸到藏起地圖的地方的時候 發現對方不單止八個人全部都在 而且莫小魚這邊的人 全部都被人俘虜了 糟了 我們沒氣了 龍右軒撥開草叢望了望 唉 是啊 我看都玩完了 看來那句話說得沒錯 即使現在的軍隊入必有些問題 但是打起仗來還是要靠當兵的 那些所謂的有錢佬 個性明星 不做漢奸就不錯了 莫小魚南南自語這樣說 嗯? 憂國憂民啊 我為什麼聽到你好像有些仇富情緒 也不是這回事 事實上和婦人比起身 窮人做漢奸的機率要小很多 因為她沒什麼可以保護 而婦人就不一樣了 心裡面裝的東西太多了 唉 不行 既然都玩完了 我們怎麼都要堆壞他們幾個 如果不是顯得我們太無能了 現在是日後 不要弄吧 龍右軒望了望對方的站位 好專業 幾乎是無懈可擊的 但不管怎麼說 我們也要把子彈打光了吧 即使現在不是戰爭 就這樣站在這裡走出去投降? 莫小魚皺起眉頭問 龍右軒沉默不出聲 望著莫小魚的樣子 心裡想 這條小子入起來也太深了吧 你在這裡等我啊 我去試一下 我和你一起去 龍右軒好像受到了感染一樣 太危險了 這裡離他們還稍微軟了些 你在這裡躲好就可以了 我也走不遠 他們肯定很快就會發現我 你還是不要跟著我了 莫小魚講完笑了笑 拿著槍就衝進樹林 龍右軒望著莫小魚 撿過來的瞄準鏡 望著遠處的藍隊 他們已經耍光了 就等莫小魚和龍右軒自投羅網了 而紅隊的那些隊員 都開始準備燒烤了 就等著藍隊收拾完自己的同伴就可以開發 喂 你說那兩個人不會是開車回城了吧 藍隊被人打死了的兩個人坐在一起在這裡聊天 不可能的 山底的人沒有消息 肯定沒有法律 我覺得他們不是堵塞了爐 嘿 堵塞爐也應該到了 我也餓了 趕快開發吧 一個人躺在草地上 心臭的草地已經枯枉 但很鬆軟 太陽一照 令人感覺懶洋洋 但就在這個時候 一聲槍響打破了這裡的寧靜 槍響過後 一個人站在樹下 無奈感爽了肩膀 頭上邊的信號煙已經飆了出來 又一個被人打中 這個時候還沒死的藍隊隊員 全部都趴在這裡 立刻去找隱蔽的地方 但依舊是遲了 就在剩下的七個人趴下之後 發現自己還是被人擊中 也就是莫小如連開了兩槍了 長長命中 這個真是很罕見的 啊 這個年輕人我對他越來越感興趣了 我一是警察 一是就是個退伍的 否則不會有這樣的身手 你那個俱樂部 不是在招待教官嗎 我覺得這個人值得花點錢 最先被莫小如打死的那個人 坐起來看著樹林 對身邊的人說 喂 看看這個年輕人 到底可以搞定我們幾個 嘩 都幾張狂的 這個時候 藍隊指揮官擺了擺手 事已剩下的六個人 留四個在這裡 其他兩個人去迂迴搜索 好像這種情況 只能夠擴大範圍 兜去對方的後邊 否則的話 只能是敵再暗 我再冥 永遠都被人牽著個避酒 而且恐慌情緒會越來越大 紅隊的俘虜 開始咬咬聲地叫起來 他們想不到那一男一女 還真是有點膽 居然搞定了那麼多人 四個人 他們之前最好的成績 只不過是合夥搞定了一個人 紅隊的俘虜亦都不犯 都停下來看著四周 希望再次有奇蹟發生 但令人失望的是 再也沒有槍響 因為派了去迂迴的隊員 帶回來龍友圈 他被人俘虜了 叫呢 再不到紅 俘虜全部槍殺 藍隊隊長和隊員躲起來 然後把龍友圈推在前面 開始對著樹林裡喊 莫小魚 投降吧 投降就開發了 藍隊的隊員在這裡大叫 從莫小魚的角度 再沒有可以擊斃對方的可能性 僵持了一陣 終於拿著槍走出樹林 紅隊隊員一片掌聲 但跟著下來發生的事 令在場的人驚到目瞪口外 聰明 將槍放下投降 雖然不錯 但你們還是輸了 藍隊的隊長 終於仔細地看到莫小魚是誰 普普通通的一個人 毫無特點可言 但給他最深的印象 就是莫小魚的眼神 建藝而且傑傲不順 雖然這個只是一個遊戲 但從他的眼裡 你見不到遊戲的味道 因為他當真 一個老老實實的黑車司機 發霉 但是莫小魚並沒有放下槍 而是一直拿著槍 向藍隊和龍友圈這邊走過來 見到莫小魚不求言笑的表情 藍隊的隊員迅速地拿起槍 對準了這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我再說一句 放下槍 藍隊指揮官在這裡喊 很顯然 他們很怕莫小魚突然開槍 這樣不是就成為了笑話了嗎 在距離龍友圈五步遠的地方 莫小魚終於停下來 然後看著龍友圈說 唉 對不起 我不應該把你單獨留下 我怕 真誠高伯 紅隊那些俘虜 全部都走出來 看到這一幕開始起哄了 龍友圈也很意外 看樣子 他真的很入戲 本身想說什麼 但是又什麼都說不出來 喂 帥哥 放下槍 這個是遊戲結束了 藍隊繼續勸行 小魚 我不怪你 但是 這個是我的錯 我沒有保護好你 既然我帶不走你的人 那就給我的魂陪你一起走 莫小魚的話音未落 他的槍就響了 目標是龍友圈 與此同時 幾發子彈也擊中了莫小魚 這個時候 他才把槍丟在地上 現在 現場的人都看得傻了 我頂 這個是什麼回事 這傢伙有病 為什麼會向自己人開槍 但是最先被莫小魚打死的人 卻是走過禮 攔住了莫小魚的去路 莫小魚以為這傢伙要打架 還要打架 走過一步 猜不到這傢伙居然向莫小魚敬祝禮 全場鴉雀無聲 另一幕更加令到大家都看不明白 嘩 靈為玉碎不為瓦泉 我叫迪偉哥 有沒有興趣和我喝一杯 唉 好 喝一杯 一天一夜 夠累了 莫小魚 嘆了一口氣 一個小時之後 在山頂的一大片空地上 肉香離婉 啤酒和烤肉是主角 但是龍友圈卻不開心 看著喝酒的莫小魚 她的心裡莫名地痛了一下 就在昨天 她依然還在利用這個男心 雖然她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 但是策劃者龍友圈 這次真的做不到心謀旁態 尤其是想起莫小魚剛剛說的那句話 既我帶不走你的人 那就讓我叫雲陪你一起走 兄弟 你是做什麼的? 警察還是軍人? 退伍嗎? 迪偉哥的確是對莫小魚好感興趣 這個英俊就是欠磨鍊 如果稍微訓練一下 絕對是一把好手 哈哈 什麼都不是 大學生畫畫的 莫小魚勉謙地說 大學生?畫畫的? 哈哈哈哈 迪偉哥哈哈大小姐起來 你不相信? 她說得沒錯 藝術學院的,我的師弟 龍友圈插了她 我爹,真的嗎? 那你打槍的本事在哪裡學的? 迪偉哥就問 蛤? 那還要學的嗎? 打槍不是每個男人的本能嗎? 莫小魚好奇怪地問 其他人一疾,然後全部都笑到假假聲 這下真是把龍友圈擊到死 你這傢伙呀 自己還剛好傷懷了一下 然後就來了一句這麼不靠譜的話 其他人笑了一陣就停下來 莫小魚這樣才繼續說 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在龍村那裡是彈弓王 用彈弓來打麻雀,然後燒來吃 上了大學才知道 有一種遊戲叫做CS 其實你們這樣不是現在流行的真人CS嗎? 其實跟我打遊戲差不多 區別就在體力 所以今天算是僥倖 迪偉哥一疾 我頂 打遊戲可以打成這樣嗎? 這傢伙也算是有才 自己還以為是個警察 或者是退伍軍人 董子墨在第二天 知道昨晚陳南路被人送到醫院 馬上趕過去 但是陳南路昨晚被人送進去之後 一直都在手術室裡做手術 除了四肢全部骨折之外 還斷了四條肋骨 這個才是最難手術的地方 而自己的老婆做手術 墨正琦居然不再搶 這樣令董子墨更生氣 現在只有陳家的人 董子墨打電話給墨正琦 但想不到那個人根本就不接電話 這個時候的墨正琦 正坐在英澤集團的會議室進去開會 討論的是來年英澤集團的發展重心 應該定是甚麼方向 雖然很多人都聽說了墨家的事 但這個是墨家的家事 而自己想著要在這裏繼續做下去 毫無疑問就是要辦鎖 而且在面對墨正琦的時候 就要顯得更加若無其事 否則一旦被墨正琦看出來你哪裏不妥 結果馬上就要拉斯吉路了 現在是十一月份了 籌劃明年的報告已經有點遲了 但只要拿緊時間 將計劃做出來 還是可以挽回一些損失的 正琦 你是總經理 說說你的打算吧 墨英澤坐在橢圓營的會議台的頂端 墨正琦坐在他的左邊 右邊是董事長的秘書令胡蘭卿 明年英澤集團發展的重點方向 無疑重是房地產 現在的英澤集團手裡 拿著兩支某屬地 三支某生地 在唐州來說 還沒有可以跟我們對抗的房地產企業 但這不是說英澤集團可以高枕無憂了 英澤集團是本地的企業 雖然有著諸多的優勢 但這些優勢也不是全部在我們這邊 我們要做好微雨籌謀 據我所知 就在昨天 市領道會見了一個進門代表團 其中就有上市公司漢鼎集團 各位應該都知道漢鼎集團是怎樣起家的 而且他們現在也是主營房地產 但跟我們不同的是 對方是上市公司 實力比我們要紅厚很多 武正奇仿仿而淡 但這個過程中 令胡蘭卿卻不斷地打顏色給他 但這並沒有打消 武正奇說下去的決心 終於 武正奇說完 武英澤看了看他 跟著問 唉 有沒有可以振作精神的消息 現在房地產火到這個程度 我認為明年的主要任務 除了繼續建房子之外 還要繼續加大拿地的速度 沒有地 我們把房子建在哪裡 那資金會很緊張 現在我們開了三個樓盤一起施工 銀行那邊最近出了些問題 連關張志 大家都在這裡回籠資金 令胡蘭卿作為董事會秘書 雖然這個基本就是無家的企業 但是有些話還是要說的 哼 我說過幾多次了 拿自己的錢起屋 那是農民 明白嗎 我是房地產商 建機是大廈 那還用自己的錢起屋 加大對銀行的攻勢 第二點 加大宣傳力道 協調好關係 爭取將屋 以最快的速度賣出去 這個才是硬道理 你們一日到客 都在這裡考慮些什麼 無應集發火了 一個老老實實的黑車司機 發夢都不想 不可以不說 無應集在應集集團 依然是一言九鼎 他的話就是聖子 誰聽話就留在這裡 不聽話就拉斯吉佬 好 另外還有一件事 本來是要正期宣佈的 但我看還是我來講 從現在起 人力資源部門 要擴大對銘頭的委託化圍 在全國化圍內 為應集集團 模式一批人才 什麼人才呢 上市的人才 應集集團要啟動上市程序 爭取明年就可以上市 有些事不去做 什麼時候都做不到 無應集這樣一說 會議現場立刻就卡住了 在座的都是集團高層管理人員 但他們還是第一次聽說公司要上市的事 所以略顯錯惡 做什麼不同意 毛英集就問 沒有人敢開口 也沒有人敢說不同意 於是會議室內 響起雷鳴一樣的掌聲 這個是對毛英集權威的認可 無論毛正奇幾個不願意 但是無所謂 你一刻都是要股長同意 其實毛英集雖然是唐州首府 但是投在不動產上邊的資金量過大 他現在手頭都不是很鬆 所以才想起要上市 如果不趁著現在的大好機會上市 這樣以後還是不是有機會 就不一定了 會議結束之後 董事會秘書借著商量銀行貸款問題的機會 進入了總經理毛正奇的辦公室 毛正奇也只是抬頭望了他一眼 繼續倒低頭不再理他 毛總還在為上市的事耿耿於懷嗎 這是趨勢來的 你擋不住 現在凡是做房地產的 有誰不想上市的 一旦上市 就等於為這個公司準備了一個血池 用之不盡取之不揭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資金那麼緊張 又要去求那些銀行大老爺 令胡蘭卿說 公司上市世在必行 我沒有意見 令胡秘書多甚了 這樣說 就是還是因為陳南路的事 令胡蘭卿看著毛正奇 嘲弄的表情 亦於言表 毛正奇幾乎是咬著牙 才忍著沒有發火 看著令胡蘭卿 令胡蘭卿就一字一句地說 毛總 如果是我的話 我肯定會當不知道這件事 你搞出這樣的事 好不明智 識得其反不說 那個陳南路對你真的那麼重要嗎 早知是這樣 我就不告訴你 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真是肉酸 令胡 不要以為我會感激你 我們都是為了各自的利益 說到底是利益交易 所以在我這裏 你最好和我安分些 不應該說的話 不要亂說 毛正奇咬牙切齒地說 好啊 那沒問題我走了 不過我可以免費給你多個消息 你老婆現在正在做手術 但是令人看不明白的是 她做手術的時候 你這個老公竟然不在身邊 在身邊陪著她的 是她的初戀情人 毛總 既然公司要上市 肯定會比以前 更加吸引媒體的關注 我希望你的私事 不要影響公司的公事 令胡蘭卿講完 拿著文件 走出了毛正奇的辦公室 毛正奇想著拿杯 向著玻璃門那邊扔過去 但舉起來又忍了下來 大膽地喘著粗氣 心情差到極點 看著窗外邊的陽光和遠方 好像下了很大的決心 拿起電話打了出去 隔了一會兒 雷明山走進來 他很奇怪 毛正奇會找他有什麼事 因為毛正奇是海貴派 最看不起的就是他們這些元老 只是知道打打殺殺 蛤 殊不知你老爸的財富 全部都是打打殺殺開始 無笑找我有事 雷明山問 雷明山 你和我老爸打天下 雖然你年紀不大 我們可以清清到底 但是說到底 你對毛家是有很大的貢獻 雷明山一入門 就聽到毛正奇這樣稱讚自己 心裡就知道不妥了 他太了解這對父子了 典型的歌賀策 雖然自己和毛正奇打交道不多 但這條年輕人都好不到去哪裡 他這樣比自己大過母 肯定不是好事 好事都輪不到自己 哈哈 無笑開懷笑 我是益責集團的員工 那些都是應該做的 唉 坐下 我聽說你想辭職 離開英雜集團 毛正奇把雷明山讓到沙發區 坐下之後就問 嗯 是有這樣一回事 打打殺殺的事不可以做 再說呢 英雜集團目前是正規企業 不再需要我們這些人了 留在集團裡面會被集團添麻煩 還是離開為好 雷明山雖然這樣說 但是語氣裡面的不滿 誰都可以聽出來 孟正奇又不是傻仔 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這樣說 我個人是同意你離開集團 我也會跟我老爸說 同意你離開公司 不僅如此 我還可以給你一筆錢 和你合作一間公司 怎麼樣 孟正奇看著雷明山問 雷明山一時之間都沒有反應過來 孟正奇是什麼意思 不是吧 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但是雷明山明白 孟正奇不會無緣無故地這樣做 他肯定有自己的目的 我不明白孟少的意思 雷明山立刻就回答 孟正 我們在這裏 沒必要在這裏裝傻 我知道你手下有一班兄弟 為集團的發展做了公義 所以我這樣做 也是為了給公司的兄弟 找回一條出路 剛剛開完董事會 明年公司發展重點 仍然是房地產 但是公司名下 還有三千多毫生地 需要撐簽 我想你既然要自己出去做 何不成立一間拆簽公司 我出的錢 算是公司的啟動資金 但我不佔股份 這些股份 你看著來分 公司也是你說了算 但是拆簽的利潤和我 和集團都沒有關係 你們是獨立成立的公司 怎麼樣 梁明山簡直不相信還有這樣的好事 但是望無正奇的樣子 他不像在這裏開玩笑 毛少 這件事董事長知道嗎 當然 我會跟他說的 你先去註冊公司 晚點打錢給你 隨時跟他聯繫好不好 好啊 好 那我代各位兄弟 多謝毛少師 在毛正奇的辦公室出來 雷明山依然不相信這個是真的 但明明就是真的 他連最後的一些疑慮都消失了 因為他已經猜到 毛家父子的本意 英澤集團想要發展 就不可以跟其他不好的事 搞在一起 那拆簽模擬是最容易出問題的 所以這樣才想將公司獨立出去